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讲了怎么样导入太坦尼克号的数据 然后怎么样去算它的一个缺失值的数量 那在填补这个缺失值之前 我们想先对我们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可视化 就我们想探究一下 哪一些因素会影响我们乘客的一个存活率 那实际上在之前 我们通过这个一个sell的数据透视表功能 已经能够很方便的去查看 我们某一个指标对于这个存活率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我这里选的是我们P class 就是我们乘客所持的一个票号 那这里有三类票对吧 一号一等票二等票和三等票 那一等票它的一个存活率是62.9% 二等票是47.28%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视频里面有一个介绍 那这个是我们通过一个sell的数据透视表功能 能够很方便的计算出来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Mantilab来进行一个计算呢 这里我就教给大家方法 怎么样通过Mantilab来算出我们某一类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那这个思路其实很简单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现在还是以我们这个P class 就是我们这个乘客 他所持的一个票位为例好吧 那这个乘客所持的票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对吧 一号一等票二等票三等票 那我们的思路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这样吧 我先来插入一个表格 我先在一个像里面做一个演示 我们可以先筛选出 大家看我先筛选出一等票的对吧 筛选出一等票的所有乘客 然后我再统计一下 这一等票里面有了 有多少个乘客存活了下来对吧 有多少个乘客存活了下来 就是要算一下 在一等票里面 我们算一下这个指标的一个合 那就代表我们在一等票里面 有哪些乘客他存活了下来 然后除以一等票的总能数 就能够得到 持有一等票的乘客 他的一个存活率 这个是一等票 同样的 我可以筛选二等票的出来对吧 我找到二等票 然后我再来算二等票 他的一个存活率 然后还有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算这个三等票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编程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会每次取出里面的一类值 每次取出一类值 然后来算一下他的一个存活率 那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代码 假设我们现在就想要研究 乘客所持票类的一个影响 那首先第一步 你需要把乘客所持票类 这一列给他取出来 那在我们一个项里面对吧 就是你要把这一列给他取出来 好 那在mantilab里面怎么样取了 很简单 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说的data 加一个点对吧 按一下type键 这里面就能够出现我们data 他的一些属性 或者他的一些变量名 那我们找到p class这一列 p class就是乘客所持的票类 好 然后你按一下回车对吧 就能够得到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返回的一个结果 你可以和一个项里面的对比一下对吧 31313 31313对吧 这个是通过点的方法 来来取出我们表中的某一列 那实际上还有一种方法 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 class 他在我们这个data里面的哪一列 p class在我们data里面的第三列对吧 所以我可以 我接下来我可以类似于 我们矩阵里面取出某一列元素的操作 我可以把第三列的 他的元素给他取出来 那注意一下 如果是表格的话 你想要取出他里面的第三列的话 你你需要使用大括号 是矩 如果是矩阵 我们用小括号 就能够取出他的某一列对吧 如果是 如果是我们表格的话 要用大括号 然后按一下冒号 冒号就表示每一行 然后后面按一个 按一个三对吧 这个也能够 这个也能够取出我们表格的第三列 大家看 这个也能够取出我们表格的第三列 那如果你用的是小括号的话 注意一下观察 如果你用的是小括号 他取出来的是什么 如果你用的是小括号 他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是一个表格 大家看 他给我们返回的是一个表格 你用大括号 他返回来的是 我现在在用大括号 大家看这个answer 大括号的话 他返回的实际上是一个数组 那这里他返回的是一个分类数组 就是这个数字里面 每一个变量都是分类变 每一个数都是分类 都是分类类型的数值 这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导入数据的时候 我们的pclass 我们把它导入的 我们导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pclass 作为的是分类变量 对吧 好 这个是一点区别 那通常来说 我们如果要取出 它里面的元素的话 我们是直接把它取出来 就我们不把它作为表格了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用大括号 这里要注意一下 好 那取出来之后 大家看我们的ex ex就是我们这个 ex就是我们取出来的这个数组 对吧 我把它复制给了 复制给了ex 就是我们第三列 好 pclass这些列取出来 复制给了ex 复制给了之后 接下来我需要知道 我这个pclass里面 一共有几种数据类型 因为我们等一下 要分别取出 我们乘客所持 就我们乘客 他所持的这个票列 对吧 分别为一等票 二等票 三等票的时候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所以我要知道 它这里面一共有几种不同的值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 uniquare函数 uniquare函数 就可以给我们返回 我们这个ex里面 它的唯一值是什么 那得到的结果 大家看 我记了一个变量 对吧 就是这个变量 ex uniquare value 就是ex里面的唯一值 它里面有三个唯一值 好 那有了这个ex里面的唯一值之后 然后接下来 我就要算一下 它的一个 这个项量 它的一个长度 因为等一下 我要依次来取出 它里面的每一个类型 所以我要看它里面 有几个 有几个类型 那我就算一下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等于三 算出来长度之后 然后我要初始化一下 每一个类别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比如说当我们乘客 所持一等票的时候 它的重复率是多少 二等票的时候 重复率是多少 对吧 那为什么要初始化一下呢 初始化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可以加快 我们代码运行的一个速度 第二个目的 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代码 它的一个结构 看起来更加清晰一点 所以这里我们先全部用0 对它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存活率 全部初始化为0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调用一个循环 就是我现在要用循环 依次取出 当pclass pclass等于1 等于2等于3的时候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pclass等于1的时候 它的一个值 对吧 那大家看我的mantilevel的操作 当i等于1的时候 i等于1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我要找到 我要找到x等于1的元素 对吧 就x等于1 它对应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怎么办呢 很简单 就是x等于对吧 这个是逻辑判断 等号 两个等号就表示逻辑判断 等于xuniquia value 就等于这个数据 里面的第1个元素 因为当前进行到第1次全环 好 那就相当于是取出 当x等于1的时候 它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 逻辑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现在先不筛选 它反馈的结果是一个逻辑数据 那这个逻辑数据代表的含义 就是如果为1的话 它对应的值就是1 如果为其他的类型的话 就是0对吧 这个是对应的一个逻辑数据 有了这个逻辑数据之后 然后接下来 我就想要筛选出 我的svive里面 因为我等一下要算生存率 svive就表示 为1的话就表示存活下来 为0的话就表示死亡了 那我想要把 当pclass等于1的时候 我想要把svive这一列给它筛选出来 就是我想要 当pclass等于1的时候 把这一列给它找出来 这个怎么办很简单 data.svive 就是我们把这一列对吧 把这一列里面 给它进行一个逻辑数据 就是用我前面筛选出来的 这一个逻辑数据 对它进行一个逻辑 逻辑数据 就能够取出 这样就能够取出 我data.svive的 而svive中 当逻辑数据 唯一的位置 它对应的一个元素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都是Metalab里面的一些 比较基础的操作 tem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取出来的这个temp 这个变量好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现在我的一个cell已经筛选了对吧 都是pclass等于1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svive对吧 11011 大家对比一下11011对吧 然后0010000 那这个说明我们的一个cell和multiLab 它的一个运行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你现在有了我们这个 你有了我们这个 当pclass等于1的情况下 我这个svive的 它所所对应的一个值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很简单你可以算一下对吧 我们这个svive里面 它有多少个位置的元素等于1 然后再除以 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些数量的一个 再除以它的一个长度 那我现在找到了216个对吧 我只需要算出我这个svive里面 有多少个等于1的位置 然后再除以216就可以了 好 那分母分母就是它的一个长度对吧 分母就是216 分子的话就是我要算一下 我这个temp里面有多少个等于1对吧 有多少个等于1 那注意一下这里 这里的1要转换为分类变量 因为我们前面我们这里算出来的是一个分类数数 大家看它这里面的 就是我们svive里面的1 它是一个分类变量 所以你这里你需要把数字1给它用一个函数 用category量函数把它转换为转换为我们的分类1 不然的话会报错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算一下它里面有多少个1 有136个1 你也可以在一个摄像里面来试一下 在一个摄像里面你可以看一下 136对吧 求和等于136 相当于有136个1 然后用136除以它对应的一个总长度对吧 除以这个216就能够算出 就能够算出当p pclass等于1的情况下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然后你把它复制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实际上在这里就有一个循环对吧 那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res 它的一个结果 res就表示我们pclass分别为123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这个和我们一个像数据透视表 算出来的是完全一样的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对吧 算出来的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现在你算出来了 我们这三类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之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可视化 那在一个像里面 你可视化比较简单 在一个像里面 你可以这样可视化 你可以直接用证的数据透视图对吧 一个像里面可以选择不同的图形 比如说这是最简单的助装图 你还可以在这里选择堆积住装图 还有百分比堆积住装图 那关于这些图形的一个介绍 在更新一的视频里面 我之前都讲过 大家如果忘了的话可以回顾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在Metilab里面怎么样来画这个助装图 事实上Metilab画助装图 比Excel我觉得要麻烦一点 那我们这里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个 最简单的助装图 就是这个图形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这个图形就反应我们三种票 对吧 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那这个很明显 第一种票它对应的存活率最高 第二种几次 第三种最低端 那这个图的话怎么画呢 我这里给了大家一个模板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编号唯一的图形 创建完了之后 我接下来就画一个助装图 画助装图的函数 就是bar bar这个函数 我们直接把我们前面算出来的 每一个票 每一个不同的票 它对应的存活率 把它作为我们的输入 就能够得到一个助装图 那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助装图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想要 它给我们改成第一种票 第二种票 第三种票 那怎么改了 很简单 你只需要 这是一个图形具比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图形对象 你在这个图形对象上面 你更改它这个值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更改一下 它很座标的一个标签 大家看 这样就能够把它更改过来 然后你还可以设置一下 这个标签的一个旋转 还可以不使用laytag语法 这个在我们前面 我们的视频课里面都有介绍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画出来的一个效果 对吧 然后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个 重轴的标签 wide label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画的一个助装图 然后有些同学可能会想 我能不能改一下 它的一个助纸的颜色呢 或者在上面加一些数据标签了 那这里就稍微有一点复杂 我这里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我们mintilab关于这个调形图 它这里写的是调形图 实际上是助装图 调形图 我们一般认为是横着放的 横着放的是调形图 这里我们认为它是助装图 那这个是关于 bar这个函数 它的一个使用说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个官方文端 关于这个图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它这里面 可以设置这种 不同的种类 怎么样画图 对吧 这里有一个介绍 然后还可以设置这个堆积这张图 它这个mintilab的帮助文端 还是比较详细的 但是这里我感觉有点麻烦 包括怎么样 加上这个数字标签 就用tags参数 tags参数 可以加这个数字标签 然后在这个后面 还可以给它指定一个颜色 大家看 在这里可以指定一个颜色 那在这个mintilab 它的一个官方文端 都有一个介绍 我这里就不给大家 来做一个细致的展开 如果大家要画的话 我觉得还是用一个色号画 比较方便一点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指标 就是我们乘客所持的一个 乘客所持的一个票类 对我们这个结果的一个影响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指标 比如说我们乘客 它的一个性别 乘客的性别 对我们生存率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改一行就可以了 就我们只需要改一下 我们乘客 它原来我们的X 是乘客所持的一个票类 对吧 现在我把它改成 乘客的一个性别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data 乘客的性别 就是第五列对吧 sax 那就把它改一下对吧 现在我们的X 大家看X就表示乘客的一个性别 然后同样的 我们可以找到X里面的唯一值 然后算一下里面 算一下里面唯一值的一个长度 我们运行一下吧 这个是唯一值对吧 然后长度是只有两个元素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两个类别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我们先把它初始换一下 然后通过这个循环 这个代码和前面完全一样 没什么区别 就能够得到男性和女性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你看一下一个像 我们比如说我们把这里改成性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 女性的存活率是74.2% 男性的是18.89% 实际上你应该看到了对吧 一个像的这个数据特色表 虽然这个东西还是蛮方便的 只需要拖一下拉一下就可以了 很方便 然后同样的你可以画一个柱状图对吧 你指定女性和男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画出来的一个效果 女性和男性的一个存活率 那你根据这个柱状图 就可以下结论对吧 女性的存活率远远高于男性 好 这个是我们前两 前两个变量 前两个变量 一个是乘客的票内 一个是乘客的性别 很明显这两个变量它都是分类型的变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连续型的变量 就是我们乘客的年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乘客的年龄 它是它取的是连续型的变量对吧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缺失值 那在画图之前 我们先取出非缺失值的情况 来进行分析 就是我现在要对我们这个数据进行一个筛选 我要把里面的非缺失值给它筛选出来 好 那在筛选之前 大家看我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我把这个数据给它备份了一下 原来data是我们导入现在的数据对吧 我把这个data给它备份一下 把它备份到一个新的变量里面 然后等一下换完图之后 我要把它进行一个还原 那备份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就要取出它里面 非就取出它非缺失值的行对吧 那怎么取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ismissing这个函数 我们找到data.a级 data.a级就是我们乘客的年龄对吧 我看我先看一下 它里面有哪些是缺失值 为缺失值的就是逻辑1 不是缺失值的就是逻辑0对吧 好 然后我在这个前面加一个波浪号 那注意一下 波浪号在此处表示取返 就原来如果是逻辑0的话 就把它变成逻辑1 原来是逻辑1的话 就表示逻辑就变成逻辑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最后原来 原来的最后是100对吧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取返 我们来看最后的结果 结果变成了011对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找到非缺失值 它对应的一个 对应的一个逻辑数数 然后接下来我只需要把data 我取出data里面 它的一个值就可以了 那注意我现在用的是小括号 我这里用的小括号 表示我们取的是data 它里面表格的一个元素对吧 我要取出它里面 就是非缺失值所在的这些行 所以我这里用的是小括号来取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是我们筛选完的一个结果 大家看 现在我们把age里面 有缺失值的给它 全部筛选出去了对吧 好筛选完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可以来 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 我可以统计一下 我们各个年龄 它出现的一个频率和频数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data data就是刚刚说的 我们取出非缺失值的这些行 然后我们用tabulate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每一个年龄 它对应的一个频数和频率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对吧 比如说有三个人 他是六岁对吧 有三个人是七岁 四个人是八岁 八个人是九岁 第一列就是我们这个年龄 它所在的一个值 第二列就是它对应的一个 有多少个数对吧 这是我们对应的一个 年龄出现的频率和频数 然后接下来我们 我们可以对我们年龄 画一个值方图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年龄 是一个连续性的变量 那画值方图的函数很简单 Hesgram 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就可以画出 我们年龄的一个值方图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值方图 就可以反映 我们年龄的一个分布情况 比如说大家看 我们把它拉大一点 比如说0到10岁 0到10岁 这个是0到5岁对吧 0到5岁这个柱子 它的高度大约是40 就0到0到5岁有40个人 然后5岁到10岁大概有20多个人对吧 然后10到15岁大概有178个人 这个它的重座标就表示对应的一个频数 横座标就表示你的年龄的一个分布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值方图 它对应的一个含义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对吧 对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分组 比如说我这里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分组 未成年人就是0到18岁 成年人是10到40岁 然后中年人是40到60岁 老年人是大于060岁 为什么要分组 我们这里就想 其实我们这里就想要得到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们这里就想要得到这个柱状图 就是不同的年龄段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对吧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要考虑 把我们这个年龄进行一个分组 那分组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套用我们之前的代码 套用我们之前的代码对吧 来得到每一组下面 它对应的一个存活率 那怎么样进行分组呢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就可以对我们 连续性的变量进行一个分组 那它要指定两个输入 第一个输入就是我们要分组的 这个变量 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年龄 第二个变量 第二个输入参数 就是我们分组的一个 就是我们分组 它对应了一个划分的点 比如说大家看 首先第一个点是0的吧 就表示0岁 然后第二个点是18 所以我们分得的第一个组 就是表示0到18岁 就是未成年 未成年人 然后第二个组就是18到30岁 你只需要把这个间隔给它 就是把这个分组的边缘 给它放到我们这个项链里面 保存好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60岁 大于等于60 大于等于60对吧 就是60岁到最大的这个年龄 就60岁到最大的这个年龄对吧 这个是我们给的一个分组的边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后分组的一个结果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X吧 X它里面就 X实际上是一个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项链对吧 它里面的元素 我们看一下X里面对它求一个唯一值 X里面唯一值有1234 1就表示0到18岁 2就表示18到40岁 3就表示4040到60岁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X它代表的一个行业 那现在我们有了X 有了我们X里面的唯一值之后 那我们就用我们前面 同样的一个代码对吧 我们算一下它里面包含类别的个数 然后接下来我们初始化一下 每一个类别它对应的一个重复率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代码 就能够得到我们每一个年龄段对吧 每一个年龄段它的一个重复率 那这里已经给大家算出来了 比如说0到18岁 它对应的一个重复率是53.98%对吧 那一次内推 可以得到其他的年龄段 它对应的一个重复率 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对这个不同年龄段 它的一个重复率来画一个注装图 就用我们前面类似的代码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这个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对吧 你可以看一下未成年人 它的重复率要比其他的类比要高一点 其次是中年人对吧 然后未成年人它的重复率高于50% 其他三个类别都是低于50%的 你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数据 就是根据这个注装图来进行一个分析 那最后别忘了 我们要把这个data给它还原一下 就是我们要还原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因为前面我们把它备份了一下 在这里 前面我们把它备份了一下对吧 接下来你只需要把它调个头 就可以把它还原回来 好 这个是怎么样把连续型的变量来进行一个绘图 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分组 分组之后 我们再来算每一组它的一个重复率 那这里其他变量的一个分析失落 我这里就不讲了 因为它们的失落都是类似的 如果有缺失值的话 你先把缺失值给它删除掉 然后再对其他 再对生语的数据进行一个 再对生语的数据进行一个分组 然后来计算每一组 它对应的一个重复率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进行一个绘图的失落 实际上绘图就是为了回答 我们题目的这一个问题 你可以回答对吧 根据绘图的这个结果 可以分析一下 哪些人群更容易迅程下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填补一下 缺失值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 机器学习的模型来进行一个分类 好 那这个填补缺失值的话 我们先要看一下 我们数据的类型 很明显 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 我们数据是一个横界面数据 就是我们这个事件 发生在同一个时点 我们的样本 对吧 好 那横界面数据的话 我们一般可以用某一个固定的数值 进行一个缺失值的填补 那我们这里有两个缺失值要填补 第一个要填补的缺失值 就是我们的年龄 第二个要填补的缺失值 就是我们乘客登船的一个港口 那这里有一个 还有一个缺失值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对吧 乘客所在的一个船舱 那这一个它因为去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我们前面已经把它删了 就不需要我们进行填补了 好 那因为乘客年龄的话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变量 对于连续性的变量的话 很简单 我们一般用中位数 或者用平均值来进行一个填补 所以大家看我的代码 首先我把 我把data里面乘客的年龄 把它取出来对吧 取出来放到一个叫做A级的变量里面 然后我算一下A级里面 非缺失值 它对应的一个平均数 把它寄到变量V里面对吧 然后接下来用FailMission函数 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函数 来把它填充到我们的A级里面对吧 填充到A级里面 把这个缺失值填补完的这个变量 寄为F 然后最后一步 就是别忘了要把F 替换成我们原来表格里面的data点A级 把替换回来 那这样的话 经过我们这个步骤之后 大家再来看我们的data 我们data里面 这个29.69实际上就是我们非缺失值 所对应的一个均值 大家看全部把它填补完了对吧 好 这个是对于年龄它的一个填补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对于我对我们这个乘客 他登船的一个港口进行一个填补 那因为我们乘客登船的港口 它是一个分类变量 因为它里面只有三类 它里面只有三类对吧 CQ和S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考虑用重数进行一个填补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是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个重数对吧 末的函数能够计算出重数是S 那接下来我们用FailMission 我们就可以把它填充进来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直接用这一行代码 大家看如果在我的版本里面 我的V现在就等于S对吧 就等于S这个分类变量 如果我直接用V 就是这里S把它填充进来的话 它会报错 它说什么填充常量必须为自负串 自负串数组什么什么什么 意思就是不支持我这个分类变量 那实际上在高版本的Metalab里面是支持的 就是如果你是高版本的Metalab 你运行这一行代码 它不会报错 但因为我的版本可能太低了一点 我的Z207A嘛 所以需要修改一下 那怎么修改呢 很简单 我只需要把它转换为自负串 它说可以为自负串嘛 那我就用S均匀函数 把这个V给它转换为一个自负串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报错 我们再来试一下 大家看现在就没有报错了对吧 那现在我们Data点 就是乘客的登船登船的港口 也给我们填充好了对吧 好 那填充好了之后 你接下来你可以再次计算一下 我们趋势值的一个个数 同样的用一只Mission函数对吧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 我们这里面一个缺失的都没有了 因为我们都填补完了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下一步 就可以调用我们的Metalab里面的分类学习器 来进行一个训练 好 那这个视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主要讲了一下怎么样在Metalab里面 对数据进行一个可视化 然后讲了一下缺失值的一个填补 那谢谢大家